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就讲那个椅子嘛 他去人家店里吃 嫌人家不好吃 挨揍 被超哥打嘛 超哥开店 他去那个人家认为你是挑衅嘛 那我认为说这个实在没必要 没必要 他就故意在那边 然后每样都讲难吃 那这个就有点恶意的挑衅 就你只要开店 我就去吃现场做直播 然后就说这个不好吃 那不好吃 那这是怎么样 当然你可以讲不好吃 但是这个就有点恶意 那恶意这种就是 反正你讲什么我都 我都认为你就是不好吃 然后我就要告诉大家不好吃 我就是这个不只是踢管 这个不只是踢管 所以我小董认为说当然 动暴力是不对的 可是 你挨揍我相信也很多人也不同情啊 就是这样 那当然啦 你说好不好吃 是个人很主观的 没有错啊 没有错 所以 但是要看你的 就是以我们来看的话 很多人一定会认为说 啊 这 挨揍是应该的 但是不能使用暴力我讲 那陈宜是挺他的 陈宜说这个很多 我就挺他 下一个会挨揍就我 那今天 挨打了 那当然很多人 当然我们都是吃瓜群众 什么叫吃瓜群众 就看热闹的人 那 可以看到啊 其实 有这样的新闻 在台湾 网红 对不对 网红开店 超哥开店 toys 另外一个网红 他来讲不好吃 然后挨招 超哥的做 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 台湾的现象就是这样 超哥打的人说 下一次来我照打 他 怎么那么 是这样 那他认为 你就恶意来挑衅嘛 然后大家就起出了背景 哦 超哥的丈母良 老丈人是调查局 退的一个高官 张母良 台 警察 高阶警察 当然 张母良我是认识的 那 台湾第一个分级长 直辖市分级长 他是非常强悍的 但是办案很细腻 他是李立坚 因为媒体写的 我就讲出来 没关系 李立坚 李立坚是非常有胆识的 他去破了很多案子 卧底啊 用卧底的方式 类似卧底的方式 很厉害啊 因为被歹徒抓到 你就不得了 他把案子破了 他讲说 哇这个人 错话叫勇嫂 他跟另外一个调查员 装作是夫妻 然后接近歹徒的那个 他老公叫阿勇 勇哥 勇哥带着他老婆来 勇嫂 你被歹徒发现是不得了 后来这个案子破了 他讲 李立坚有胆识 女生欸 对不对 李立坚的女婿就是超哥 那现在陈怡的 陈怡又被取底了 这取底其实早就知道了 为什么 因为陈怡的 陈怡的爸妈 跟我都是所事 爸爸陈敬妍 第五届台北市议员 妈妈陈写婚 第六届开始干议员 妈妈是很有名的律师 他 掌官司很厉害 那 又当议员嘛 跟我当然就熟识了 那 你就会扯出来 因为后来他们离婚了 陈敬妍就起了 金马眼后陆小婚 所以就是 我为什么讲 在台湾现在会有这样的事情 就你一个人那个就会 就会你所有的 亲戚朋友什么都会被露出来 他跟谁就有什么什么关系 哇全台湾大家都有秦代关系 其实有没有关系 我觉得关系也不太大 可是媒体这样做就会觉得 哇这个人声势显赫不得了 那等一下陈怡要开记者会 谁帮他开 习巧心 哇小青新科立委 在网路上也是名人啊 对不对 习巧心要帮陈怡开记者会 还有另外国民党一个新科立委 陈清威 陈清威的妈妈就是黄昭顺 哇这个厉害了吧 对不对 黄昭顺 国民党高雄市长部主委 当了多少届的立委 黄昭顺的爸爸 哎你要再讲 叫黄尊秋 以前的监察院院长 五院院长也不得了 哇所以一个一个 你要讲 你要比来头都这样 但有没有关系 关系也不太大 我老实讲 歹徒是异谋嘛 歹徒是异谋 这个确定了 那你告他就告了嘛 他已经五万块交保了嘛 伤害罪嘛 那下来你当然 步骤要怎么样 各位朋友 很多人可能会碰到 你告他刑事要户在民事 要户在民事的话 因为刑事他一定有罪嘛 你被打在捷印站外面 那边一定有拍到 一定有被拍到 他拍到 不管这个歹徒怎么讲 因为有全程的录影带 对不对 你在跟他合照的时候 突然被他打 那他说我认错人 他不是认错人嘛 很清楚 那这个歹徒 身上披带的 好像很有钱的样子 还会去教训 严谨 那这个不管他 在台湾你都有钱的人都一样 你都有厉害 都有厉害 家里多么厉害 也都没关系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在台湾社会 这样的事情 一桩接一桩 就很多人就会觉得说 就是 为什么整个暴力事件这么厉害 是啊 我们看 这些都是年轻一辈 年轻的家里有钱 三四十岁 就很猖狂 动不动就打人 反正不用关嘛 最多最多最后刑事伤害 赔钱 就这样 现在都是这样你知道吗 台湾现在是有非常强的暴力之气 那这样的人 因为他不用被关啊 他就是刑事判个四个月六个月 然后民事赔个三五十万 然后他就没事了 然后他回去还可以交集器械 跟他朋友讲 打了谁好爽 就可以这样 台湾现在是一个这样的社会 我跟各位讲真的就是这样 所以你看很多地方的冲突 这种年轻打起来 因为家里 家里就是 这个不是叫有钱啊 钱也不是他自己赚的 他父母自然就会去帮他张楼这些了 这种人可不可恶 非常可恶啊 动不动就要打水 或怎么样 他比政治上的那个还糟糕啊 因为政治上你做这个事情 你可能 可能你的形象就不好 就会露血了嘛 可是这样的人到处是 我真的讲 跟各位讲到处是 很莫名其妙 看不顺眼就要拿你怎么样 或者觉得你怎么样 一句话在网络上留言 不怎么样他就要对你做很大的动作啊 我们的形怀太轻了啦 各位朋友我讲 像这种恶意 无缘无故 就是那个的话 这种 要重判 而且要判让他坐牢 不坐牢没有人会怕的 我们现在检察官喔 起诉了以后 然后法官都侵判了 哈这个打人 何必把他弄到坐牢 他如果是恶意了 如果是你老婆这样被打 你女儿这样被打 你会怎么样 哈 我们现在很多法官都在做好人啊 对不对 他这是很明显的过意啊 我们在法律上 过意跟不过意差别是很大的 那当然小董喔 因为我平常讲政治也讲这个 也讲很多司法的案子 大家可以感受都很清楚啊 对不对 我们现在司法就变成功绩啊 这些家后的功绩嘛 我打得很爽的 我最后赔50万怎么样 我最后赔50万 对不对 赔50万 我就没事了 我还到处讲哈 这个家后 这个这个王侯以前被我做过啊 哇他很爽 他一天都不用关啊 他打官司 这些律师帮他处理啊 他有没有写到教训 没有 他气压跟嚣张 啊谁让他气压跟嚣张 法官 对不对 台湾就有这样 台湾多数的法官都是这样 啊不要判到人家官啊 对不对 啊这个伤害就这样 这个反正 这个一个月就好了嘛 这个伤就 处理一下就好 医药会也是对方赔嘛 对不对 那你法官让我踹两脚 我赔医药会给你 要吗 我觉得我们的刑划都是太轻 你知道吗 现在要判死刑都已经很难了 啊判这些伤害的这种 这种恶意的伤害都不会 我 那我不是因为同情 陈以后怎么样 因为你在江湖上行走 本身就会有一些风险啊 我我讲 但是 你可以看到现在台湾这种氛围 司法 司法他变成一个工具 他变成一个工具 什么叫一个工具呢 很多人利用司法来恐吓 譬如说我们政治上 小统最多啊 对不对 大家也知道 但我不知道讲我自己的案子 当然我案子一直都有 我有个身份一直没有去除啊 三十几年来 我有个身份叫做被告啊 一直在 没有停过啊 但是我跟各位朋友讲 你会碰到 其实政治上很多 譬如讲民进党昨天告了谁 民众党昨天告了谁 民众党告了三个人啊 告民进党的发言人吴征 为了电话文这个事件 柯文哲打给陈永兴 对不对 又告两个记者 因为这两个记者先写啊 一个三立的记者姓高 一个 那个 ETtoday的记者姓陶 那 各位朋友他就告了 啊告了 柯文哲 前几天就讲 我们告到底 哇 我们已经请黄珊珊写状子了 我告诉你下来就要漏气了啦 我先跟你漏气啊 告不成啦 你找黄珊珊 你找黄22 黄11也没用啦 因为这个 这个案子很明显的嘛 这个案子 你柯文哲跟陈永兴打电话 陈永兴认为就是你柯文哲打电话 他就告诉 他就告诉媒体 媒体写的 他媒体有什么关系 你应该告陈永兴嘛 陈永兴 把你误会了后 怎么样 那媒体转述的是陈永兴 这些医界 的大佬啊 陈永兴大佬 他们所讲的 和媒体有什么关系 对不对 那你说吴臣是代表民进党发言 那你应该告民进党跟吴臣啦 一起告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马上九那时候 被民进党的发言人 梁文杰 然后公开讲 说马上九说了 陈永兴三议啊 陈永兴是有名的一个 一个在做博弈的 他在澳门做博弈 那陈永兴 那大家都很清楚了吧 结果梁文杰讲说 马上九收了他三议 马上九当然你讲我 收谁的钱我就去告 马上九其他旗帜 他还不太会告 那马上九就去提告了 最后官司判决下来 你胡说八道 你有什么政绩 你讲别人收钱 那就是一个 台湾最高公务员 他的操守就有问题啦 对不对 所以马上九告告告了以后 民进党梁文杰提不出政绩啊 没有任何政绩 那怎么会有三议 三议从何而来 你为什么不是两议不是一议 你信口开合 所以判别一百二十万 各位民进党 跟梁文杰 等于说你如果那个的话 各六十万 两个和判要一百二十万 民进党输啦 那他民进党 我觉得他有些冤枉 因为民进党并没有收益梁文杰去这样讲 可是因为梁文杰 在电视 在电视上讲 我也在场啊 讲了 讲了以后 马上九当然告 你在电视台公开讲 那就是 等于说散播一众嘛 对不对 就告了成立了 那吴珍呢 吴珍 他现在个人被告 民进党没有被告啊 柯文哲告他 那我觉得柯文哲装腔做事 就说以后谁在讲我们 我们就要告 用告 因为 他们认为法官 是他的打手嘛 很多人就怕到法院 柯文哲就用这一套啊 我老实讲这一套 这一套是最不可奇的 最让人家看不起的 因为他们 台湾民进党 有两个有名的律师 黄国昌 跟 黄珊嘛 所以柯文哲很骄傲 再讲我们就告 黄珊 已经在写树状了 那昨天 为什么不是黄珊 拿着他的树状到法院 而是找另外一个律师 啊 请告诉我啊 哦 你们有律师很厉害哦 你们律师在厉害 会比 我们国安会秘书长 顾立雄厉害吗 台湾最厉害的律师 叫顾立雄 你知道吗 就是要用施法来 那施法就变成他的打手 然后他传你哦 你就很麻烦哦 可能被告有罪哦 一审二审三审哦 就搞好几言 然后我就整到你了 你敢再乱讲我们 我小董 我有时候都觉得很好笑 怎么会有这种党 柯文哲就是这种人 就是这种人 是不是 不会成立了啦 我告诉你 那怎么可能成立 这种什么民众党 贪污党啊 什么民众党 哎 小董你讲人家贪污 我有证据啊 高宏安就贪污啊 高宏安不是民进党不分期吗 陈信仪 不是民进党主席 柯文哲在当台北市长 用的政务官吗 劳动急了急长 他有没有贪污 有啊 都检察官起诉 不是我起诉 也不是我乱讲啊 被检察官被国家的公权力起诉了 贪污犯啊 各位 那柯文哲要怎么样 每天在讲别人 在唬烂 哎呀国民党跟民党都贪污 政治很简单 只要不贪污就好 你们在贪污啊 政治很简单 不要每天在唬烂啊 是不是柯文哲 我讲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啊 每天把自己装作自己很清高 又要叫法官 这些法官很可怜你知道吗 我虽然常在骂法官 可是我觉得法官有时候真的是可怜 你在台北地方法院 一年要审多少案子 三万五千个案子 各位 法官怎么审啊 你要有多少法官 一个案子怎么简单嘛 来看状址 看状址 然后要传人来问 问哎呦知道前因后果 那如果说对方说我还有什么证据 我还有什么证人好在开 开了以后又说我又有什么证据 又怎么样 又哪来 还都还死了 开了好几庭 最后要写树状 又写判决书 各位 他其实也很辛苦啊 我老实讲 辛苦弄出来 有些方向左板被小董骂 小董我是指名道姓 骂法官什么名字 骂检察官什么名字 对不对 但你看 弄了半天 像这种案子 我都不会成立啊 小董就抬口直断 你叫黄珊珊 写什么状址也不会成立啊 因为案子他本身就这样 对不对 你说他大律师写的会成立 不要笑死人了 怎么会成立 柯文哲你自己被告那么多次 你会成立吗 四年前柯文哲说邱毅 邱毅 邱毅 根本是共产党提名的 邱毅四年前代表新党在参选 布文基地委 柯文哲对他很鄙视啊 他不晓得邱毅这一届怎么挺他 挺得到 挺到 我看柯文哲都要感动了 柯文哲共产党的邱毅在挺你啊 各位有没有看到 有时候 因为我跟邱毅是好朋友 我常开他玩笑啊 邱毅有一次去坐牢啊 很好笑 因为那时候两颗子弹啊 然后就去坐牢 坐了以后 因为他很多案子被告啊 他喜欢到处爆料嘛 关在高雄 艳巢的监疫啊 台北告你今天有停啊 要出庭啊 出庭因为那个 就把他上手铁脚铐 你上手铐还好 脚铐是很不好走路的 因为脚铐比较重 而且你可能如果没有嚎咙 可能会磨破皮啊 而且最主要是要大早要起床 因为我不能让你坐火车啊 我要用球车把你载到台北 你知道吗 所以你就很早就要到了 要出门了 高雄到台北再怎么快 四个钟头跑不掉啊 然后来这边出庭 出庭以后 邱毅回去啊 人家那个放热 建议有热水 热水的时间已经够了 你要洗澡洗冷水 各位 所以这个恶意在整他啦 恶意在整他 那些告的也故意这样 结果他有一次回去啊 发现 诶 他的原被被踩了两个脚印了 他就很纳闷了 诶 怎么被踩了脚印 那 问了建议 没有人敢讲 大家不知道 可能你自己踩了 那当然不是他的血印 他自己也很清楚 好 那他很气啊 哦 有人去会客他就讲 哇 那每天要放风的时候 他就问 昨天有没有谁来行事啊 有 有立法委员来行事哦 他们觉得说 监狱的那个 卫生 食物应该来行事 究竟是谁 他昨天来行事的那个立法委员 叫做赖清德啊 赖清德 那他有没有到我关的那一间求市 有 因为赖清德进来还特地问说 诶 这是 高雄建议 邱毅是不是关在这里啊 那 那 当然 你典议长要干啥 是啊 报告委员 他关在这里 在哪里我看一看 那 那个典议长知道邱毅去 去台北出庭了 就说好 那我带委员去看 看一看 诶你打开 让我看一看 看 对他服事有没有做到啊 对不对 你不要给邱毅那个床不够 床不够软 棉被不够软啊 诶 委员要考察 水打开 那进去以后 好看一看 又把门关起来 哦 门锁起来啊 各位朋友 那两个脚印是水彩的 邱毅说就是赖清德啊 哦 他跟我讲很生气啊 我说邱毅你不要去啊 你哦 到台北去哦 人家建议对你非常好 帮你换换棉被 你自己都不知道 哪有了 这两个脚印啊 我说诶 你外甩拜套给邱毅 有点姿势好不好 两个脚印 是一个品牌你不知道吗 啊 邱毅真的不知道啊 各位你们知道吗 哦 两个脚印是一个品牌啊 是一种服装 床单 后的哦 外套 的一个品牌啊 裤子都有啊 啊 这个品牌 我没有要替他做宣传啊 叫做Handten 哦 是 虽然不 不是很贵很平价 很多人都在用 哦 那我都敲剪他啊 邱毅哭笑不得啊 各位朋友 这就是赖清德的个性 你知道吗 有仇要报仇啊 告诉你 好 那讲邱毅的故事也很好笑 但是 可以看到了 柯文哲去告人 他是要干嘛 要造调 寒蝉笑应 他的打手是谁 法官 法官就要存 要传你 那他也不敢 不多开几庭 表示他很慎重 所以你被他告的人 你就 会麻烦 要出庭 啊 不会成立 我跟你讲 不会成立 可是我达到警告你 不要给 喝水 好 谢谢 董哥要不要先讲一下 今天有什么行程 今天要上四点的 新闻大白话 在一百五十四台中四 那晚上八点会重播 好 谢谢 那我们后面 昨天最后有 朱俊刚没有念 哦 俊刚 OK 俊刚也是老朋友 给我一张好看的图 谢谢 然后秉龙来了 谢谢秉龙 秉龙也支持我们 非常感谢 然后马拉格基 马拉格基 很感谢 刚刚在中广 他也躲练了我 然后 柯小姐 柯小姐 回离宾的柯小姐 感谢柯小姐 非常感谢 然后 我们的老朋友 那个道阳 道阳 他剖了董哥的文章 台疆国家公园 这是小董国际写的一个 一个文章 那再讲 台湾的那个 其实你可以看到 就是 台湾有很多地方很好 可是被 人为破坏 被政府破坏 小董常会写这样相关的文章 他不一定跟政治有关 好 谢谢道阳 道阳再一次了 小继会办游行 然后过去民党主席 蔡英文带了一百多个团体 数百个教授 然后去抗议萊克多巴胺 抗议 瘦肉精 美牛怎么可以进来 现在美 美猪 蔡英文让他进来了 现在 好国人 最让人恶心的国人 很多人就说 我们要有死安 你们哪会在乎死安 昨天小董把你们 入骂一顿 台湾没有资格讲食安 都是一些稀微的围巾子 对不对 民进党可以 弄萊克多巴胺猪肉进来 大家都不吭声 好 好 好 欢迎小董真心话 那小董昨天我刚讲 你看民众人就告了 吴珍 好 再告了谁 告了 E.T. Today的记者姓陶 陶本和 还有三立新闻网的 一个高兴的记者 说你们怎么可以写 这个电话门事件 这个是损害 民众人最好笑 什么不写去写民进党的那种招数 民进党招数是什么 民进党招数就到处去告人 然后法官变他打手 台湾最恶劣的就是这样 马航九当总统 民进党跟他的支持者 告马航九三百多个案子 马航九当八连被告三百多个案子 当然当总统的时候他 不受刑法的追究 可是总统一卸任了 就开始要追究了 所以马航九现在还在跑法院 那很多检察官很乐意 只要起诉马航九就可以升官 很多法官也可以去判 哇 审到马航九就是大案子 对不对 就自己就会成为网红了 然后他就这种用意啊 马航九卸任已经快八年了 对不对 剩不到几天剩三个月啊 各位朋友 他现在还在跑法院啊 我们的司法就变成这些人的功绩 你知道吗 现在柯文哲什么不学去学民进党这一招 他要让你筋肉寒蝉啊 那民进党这一招有没有效 有效啊 民进党昨天也告了一个人 黄阳明啊 黄阳明写了一篇脸书啊 说 在 在立法院长选举之前 还有民进党的 还要去 开八位数的人 来买国民党的 几张票啊 各位朋友 民进党是 51票 52票 然后有两票党友 一个陈超明 一个高金 两个都是我的好友 他们绝对不会跑票 那要跑谁呢 那51个里面有几张是可以买到的 那黄阳明当然 他谁寄传啊 就是有哪些哪些 八位数是多少钱你知道吗 就是一票啊 你只要投给民进党 我一票给你多少钱 八位数是1000万 一票1000万 你这一票只要投我们的游席婚 我就给你1000万 那民进党要买几张 买8张 立法院要购班数 要57票 为什么要买8张59票 因为 又要挂保险 万一有一个 你不能算的刚刚好 你不能算的刚刚好 你要多买 万一有一个或两个跑票 我还是购班数 各位懂了吧 我第一轮就要购班数 然后国民党本来加起来54票 跑了8票 剩46票 47票 那我们民进党 就赢了 所以我们发不到意义 我们就赢了院长 院长赢了 赖清德将来执政 立法院长也是我们 那就 就比较好操作了 对不对 大家可以看到 那黄英明写这个 民进党开始说 你有政绩要提给民进党 小董我在节目上上 我说民进党你敢告吗 那黄明有政绩 直接交给检察官就好了 干嘛还要交给你民进党 让你民进党去提高 民进党大概被我 被我损了几句啊 就跑去告我黄阳明 会不会成立 不会成立啊 因为黄明要挤政嘛 黄明有没有政绩 我认识 他也不 也一段时日啊 我知道 他的急证的对象是谁 他有去问 有去采访啊 那民进党为什么那么讨厌他 因为他也是一个 很会搜索资料的 他跟习挑先是一样的 我们所谓在名嘴里面 每个人的那个风格 或那个是不一样的 那小董呢 小董我当然 因为我跑了比较久 我很多掌顾或什么 所以他们说小董是名嘴牵的 活字典 我问他大概都知道 没有了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问我都知道 我只是 因为跑比较久 然后很多新闻 我回去重复嘛 就重复去看 然后去看就是 他过程怎么样 你又记起这个回忆 这个叫邪而实习之 不予乐乎 不予夜乎 都可以 邪而实习之 最近有一个人讲 他叫习近平啊 习近平前几天 跑到天津 你知道共产党 打败国民党 里面有一场战役 叫三大战役之一 叫做平津战役 平就是北平 北平跟天津 国民党这里 做了防守 结果被共产党打败了 那他本来在 东北也被打败了 这两场一败的话 国民党赶快锁住了 就是 这个叫 中国大陆叫淮海战役 就是我们认为最后一仗的 习半会战 国民党又吃败仗 那当然就下家就势如破竹 然后等于说 你十二的 习半 习州半户这条黄线 一被打败的话 南部已经没有什么可以防守了 那习近平在平津战争这个纪念馆 然后勉励所有人说 共产党起的挣钱不容易 大家要守护这七十几年来 我们的这些成果 那也要常常来看 邪而不实习之不义 乐 乐就是快乐 这孔子讲的 很多事情你要常去 复习去练习 你除了学之外 你还要常常去复习 那当然 我不是学行李兵 因为我 我常在讲这句话 我觉得我们做很多事情 有些要回去温习去复习一下 那黄阳明 他是一个做功课的人 徐小青也是 各位不要看说 那名嘴好像都一样 没有 因为我 我虽然跟很多人同台 我也在观察 我也在听很多人 你自己到底有哪些东西 就是你自己讲东西 靠不靠谱 牢不牢靠 那这个 我知道 他大概问了哪一些人 所以 这些人政 提到那个 民进党这个官司 也不会赢 各位 那你说 这政治上 政治上很多东西 法官的裁量 会比较宽 比如说你政党被人家骂 政党本来就应该被人家骂 对不对 人家骂你政党 要告成立 那以后这个党就 是不是我们法院就先是 不能骂这个党 会这样 所以政党平常常在批评别人 政党的人事 对不对 政党的法院人 hold他的名义代表 常在骂别人 就法院来讲 法官来讲 他觉得说 这就比较政治的 你被人家批评也应该啊 就比较会这样 你知道吗 这是我 都连来打官司的经验 我都是被告 因为我还没有当过原告 那我跟你讲 我有一天也会当原告 因为有些人讲我 我们当然也有一些 一些朋友在帮忙收集资料 但是我到现在还没有告过人 我都是一直被告 那被告的话 我当然就会去看说 有哪些情况 那你如果讲政党 政党法官 政党被人家骂应该 因为你政党天天在骂人啊 对不对 他会有一个这种 这个就是自由新政的部分 那民进党说我开告黄阳明 黄阳明说太高兴了 我是赖清德当选总统以来 第一个被民进党告的名嘴 的新闻人员 对我新闻人员来讲 这是一个不上的冠冕啊 对不对 这黄阳明很有气魄啊 那 其实我们知道 黄阳明在林志坚抄袭的时候 他也展现了非常多的功力 第一个出来打的是黄鸿威 林志坚抄袭 那黄阳明接着下去打 习晓清接着下去打 刚好黄阳明就认识那个调查官啊 他就认识那个调查官 那调查官就跟他讲 没有错啊 我就背他 后来就叫调查官还 还被他的上级 国安级的机长要求 意思说是我抄林志坚的 不是林志坚抄我 他不肯啊 这调查官后来受到一点报复啊 各位大家都记得那样的故事 这就是黄阳明的故事啊 那我讲喔 其实你可以看到 我们今天政治最恶劣的 就是把司法当公计 然后 因为你既然告了 司法也不得不传你啊 这是一个程序嘛 就是一个程序啊 那程序 对不对 你考上这所学校 先公开考试 人家缴了 缴了报名会来考 考上了 考上以后你就要教他 教他以后 要有期中考期末考 要写报告 对不对 你要教他这个就是一个程序啊 那最后检验 你考试即不及格 三年及格给你毕业证书 这就是一个程序 程序就是让你到医院 你说我肚子痛 我要挂急诊 你挂急诊可以 急诊也是要缴挂号会的 你要有挂号会 缴了以后 那就在那边医生帮你看诊 吃药 这个药 如果是自己负的 自己认为说 我要吃怎么样的药 智慧 你要缴钱 如果不是智慧 是健保给付 你就健保给付 对不对 那你要住几天 病房 你要健保病房 还是 还是要智慧的病房 可以 你要智慧病房 请付钱 这个就是一个过程 一个流程 各位我讲 就简单道理都在这里 所以你到法院也一样 有人告你 那法官一定要传你出庭啊 你不用出庭就结了 这一看就知道 没有 这就是一个程序啊 你不来 然后对方 告你的人说 这个人连出庭都不用 就被判无罪 怎么可以这样 对不对 那我 我言告我没有 我没有传 没有传我来问话 就 就那个 就裁结了 不可能嘛 他一定有个流程嘛 那这流程 他可能出一次庭 就知道怎么回事 其实台湾多数的庭 都是这样 我告诉你 我讲的是真的 台湾多数的庭 我要当法官 我 我会开庭的 我听一听 15分钟 我大概就知道 我就知道谁对谁错了 好 你们赶快回家吧 不要浪费时间 我就可以写判决书 当然 当然 这个就要有一些功利 你也不用写太多 就是这个 不会成立的理由是怎么样 所以很多法官 我也蛮欣赏的 他一看就明白了 可是民进党用这个 要干嘛 他整你 民进党告人是要整你的 柯文哲协会的民进党 他就要整你 柯文哲告了三个人 对不对 民进党昨天也告了一个人 昨天真是热闹 大家做足了秀 那用意是什么 用去让你们跑法院 让你们跑法院 好简单讲 跑法院你就 我今天本来要做什么事情 法院传我 我不能不去啊 抗传吉吉啊 对不对 你跟法院请假也可以 但是你过几天还是要去啊 那你的时间就被打乱 各位懂吧 你就被打乱了 打乱 这个礼拜传你 下个月又传你 啊你就 你就身上就绑着一个被告 随时被传啊 所以你就想啊 以后就不要 不要骂他好了 骂他有风险 因为他会告人啊 民进党有几个人是很会告人 都在新潮流 新潮流有一批律师 专门在帮他们 那个 这个 新潮流某某人 然后他就告谁 律师就主动帮他打 不用钱 老朋友不用钱 为什么啊 因为律师将来也要参选 他们也希望说 欸你在大佬我帮你打 你这里面有分量的人 我帮你打 下次 对不对 下次你们要提名 党内要提名 先考虑我啊 他们大家都是为了政治在服务啊 哇 我记得喝水 好 谢谢 我们刚刚念到 道洋 是 道洋的 第二次 是 所以道洋 那 消息会的游行 没有错 我就讲你们就 这些人那时候多么抗议 瘦肉精啊 今天瘦肉精事件 哇 好像媒体做很多很好笑 我告诉你 检查一百次 你给一百个单位检查 检查一百次 有一个单位 他可能叫 金门县政府小金门卫生所 他检验到了 你要不要相信 当然要相信啊 为什么 欸他小单位 他大单位小单位都没有关系 有人检验到 你都要把他当真 不能说 啊假的 我们 卫武部检验四十五次 根本没有 那有人 人家台中四十五检验到啦 他凭什么检验到 他用的仪器是你检疫过的 他的检疫方式 可以经过你核准 是不是 今天这个医生 他经过正午核准 高考及格 他是一个医生啊 医生出来讲 然后 卫福部长说 没有 医生说 我有啊 你相信医生还是相信卫福部长 大家都也相信医生 对不对 这简单道理嘛 那今天卫福部要出来相挺 在挺什么 挺政治啊 他认为台中市政委是国民党 那台唐 台唐是属于经济部 是属于民进党 所以国民党 盧秀燕趁机在打击我们 他打击你干嘛 他不嫌疾 所以 各位 看很多事情看清楚 盗洋 医荒水 101 没有错 6月 連任了 是嘛很久 各位朋友可以看 小董啊 有个讲新闻 因为 过年到了 大家都想说要讲好话 但是过年到了 因为就有一个 大家知道 台唐 被 他的猪肉被验出了 那当然中央替他护航 那 开炮 台东市政委 那台东市政委 认为说 我们就是照这样检验 我们剩下的这块肉 这块肉 称为检体嘛 我们从这块肉做了22次的验 上面都有了 我们也不相信台唐 因为台唐是第一品牌啊 对不对 连小董都讲他是第一品牌 大概也不会错啊 台唐 我过去是跑他的 台唐是绝对不可能用瘦肉精 我可以担保 我小董百分之百可以担保 他绝对不可能用瘦肉精的饰料 或者其他的东西来喂猪 我可以担保 但是 这个猪出来被验出来 他不一定是跟吃有关啊 跟你猪吃了什么 喝什么样的水有关 不一定 因为他有个流程 一个猪要变成猪肉 中间有很多流程啊 这些流程很多东西 不一定是台唐 但他做好出来以后 比如说要把他切成肉片 他是由信工 信工也是品牌卓卓卓卓的 我昨天在节目上讲 他的肉品都销到日本 日本比我们更重视食安嘛 对不对 所以你可以看到 那但是中间一定有个环节 那今天中央咬定了 台中你检验的是有问题 台中说我检验就是没问题 台中就好像医生啊 中央就好像官府啊 中央说我们检验45次 对不起 我们检验22次 我们也不相信有 我们就再三的检验检验检验 那我们就要求 国金福利中心前年 你们卖的这东西先下架 对不对 我要告诉老百姓啊 你有没有来这里买啊 因为他已经有些卖出去啊 我要不要公告 要啊 我难道等老百姓吃下肚吗 老百姓都买回家 搞不好都吃下肚了 中央就说你怎么可以敲锣打鼓 你在咒秀 那不然我要怎么样 我不公告 我怎么知道来买老百姓是谁啊 老百姓来买的 我们去买猪肉也不用记名啊 我们买鸡肉不用记名 也不用留电话号嘛 那我只能公告啊 我没办法打电话告诉他 医生可以告诉病人说 诶 这病人刚拿错药 趕快打电话通知他 可以 因为他有留名字啊 对不对 他有来括号 有名字有电话 我们可以 今天你去买猪肉 你会不会留下名字 你会不会留下电话 然后将来将来 啊这个肉有问题 赶快通知他 不会啊 各位朋友这是一个情况 所以地方政府一定要 要公告周知 今天 为王毕胜出来骂 为什么 因为王毕胜 干次长 政务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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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辈子最想干的是什么 这辈子最想干就是部长啊 次长上来就部长啊 部长上来就副院长 副院长上来就院长 行政院的院长 那以他的忍耐 他当然 他是一个医生 最想干的就是 卫福部的部长 对不对 卫福部长就是 所有医药 我最大的官就是我 是不是 所以他很想 那很想有个机会 因为新的总统已经当选了 新总统要就职时候 内阁要总辞 内阁总辞新的总统 就要任命新的院长 这新的院长 内阁就要再去找人 那我们知道卫福部长很雇人厌 大家都很讨厌他 那次长 如果民进党现在民意 六层对他不满 他如果把部长换掉 因为大家既然讨厌 谢瑞妍嘛 对不对 那我们就升次长来 次长也很熟悉啊 而且次长这一次 你看嘛 可以看到 他为了捍卫行政院 捍卫行政院 经济部台糖的肉 他出来 跟地方政府对抗 地方政府有很多立委会帮他讲话 国民党立委会帮他讲话 所以他敢对抗 有胆士 积极做事 这种人是不是生他 这个就是政治 各位朋友 台湾很多事情你没办法解释的 到最后他跟政治都有关系 那老百姓呢 老百姓看了就 因为你不了解 后面的政治的运作 所以你现在看到说 那我们现在猪肉要不要吃 小董说台糖是第一品牌 那你小董要推荐我们来吃啊 没有 我的意思不这样 我说我过去跑的时候 台糖是第一品牌 到现在都还是 依照我了解 因为我认识里面的人很多啊 前台湾的记者 没有像小董这样 前省去跑台糖各处的糖厂 或者养猪的 养猪那个我去过啊 在竹篮那里 去过好几次了 以前台湾 这养猪他是一个台大教授 他叫哥胡江 这个人也是很传奇 哥韦如的哥啊 像这个 他台大教授不干 他去干这个 专门研究猪呢 他这辈子最喜欢收集猪 猪的玩偶 啊因为 啊当然人家是博士嘛 他全世界跑偷偷 到哪些国家 人家请他去演讲去干嘛 他去收集猪 所以他收集很多很多猪 他要死之前 就把这些猪全部捐给 台糖这个养猪的地方啊 啊这个大概有台湾最多 因为我认识一个人 也喜欢收集猪啊 他就是陈思梦 陈思梦喜欢收集猪的 玩偶 可是我以前建议陈思梦 我说你可以去那边看 因为那个地方 我去过很多次啊 各国的那猪玩偶啊 很好笑啊 有人在收集 没有真的是 哥胡江是一个传奇啊 他把台糖的种猪 要怎么配种 要怎么弄得很桌前 做得非常好 你知道吗 那真的是很 那他们这个养猪 这些人都是很专业哦 那他帮猪配种 要猪怎么样 当然希望大家吃到 是最好的猪 可是有些猪 比较能够抗某种疾病 你要去把它做配种 那是 那里面有非常多的故事 其实我也写过这样的故事啊 很多人看了就边看边笑啊 小董写的这样 没有错 把猪当人来写就觉得很好笑啊 那我讲哦 如果你要解决说现在过年 那有一个方式可以解决 你是说我目前我灵验不买 要买有品牌 你现在出去外界吃东西 他一定告诉你用台湾 他们是用台湾猪 用台湾牛 不一定 我讲不一定是什么意思 因为政府至今没有告诉我们 美国明明有进口猪肉啊 九千多吨 这是半年前的数据啊 九千多吨去哪里 你要交代啊 你要告诉我们 你这些进口来的 你送去哪一个卖场啊 哪一家大卖场 超商 对不对 他们在卖啊 你要告诉我们啊 老百姓有这一方面 应该有资的潜力 可是台湾的老百姓嘴巴讲 重视食安 其实不care 只要民进党做什么不care 今天如果是国民党还在执政 这个要求一定被强烈 然后已经公布了 民进党不理你 各位我讲是不是合情合理 萊克多巴胺的 美国猪肉进来 九千多吨 你应该告诉我们 是哪一些卖场买器啊 那我们要进入这个卖场 我就要问店员啊 我要买这个猪肉 是不是美国来的 美国来的我不要 是不是应该这样 你说政府没办法 他已经进来了 而且他是合法进来 你合法进来 我可以不买嘛 对不对 这是一个卑微的要求 不是吗 那为什么连这个都做不到 因为我不理你啊 你死老百姓啊 我民进党本来就看不起你 我们叫你这些老百姓 我们叫你跪在地下 鞋狗爬你们也一样啊 因为你们忠于我们民进党 你们就会啊 你们本来就是这种人啊 在我民党眼中 你就这种人 对不对 所以你要求什么 我才不理你 在我民党眼中 人民就是一条狗 不是吗 我叫你投票给我 你就投了 所以我继续获得挣钱啊 那我刚讲其实 其实是一个全世界 入情入理的一个主张啊 任何食品进入台湾 我们可以不可以要求说 我要知道他的气象 因为我不要买到他的 这个是一个很简单道理嘛 民主国家应该是这样 只有台湾做不到啊 台湾每天在讲民主 人民有主权 国家有主权 我们人权很重要 我老实讲 讲这个啊 都是没有天良的 因为明明就没有 明明就做不到嘛 明明就没有做嘛 做得到 但是不愿意做嘛 明明就是这样 这个有什么难做的呢 哪一家贸易商进来 要求贸易商 你是哪去哪一家 我不要挤名 免得对人家有伤害 哪一家卖场 哪一家超市 对不对 或者哪一家大公司哪来 他可能是在卖火锅料的啊 火锅料的公司好 那我们也公布他 美国的猪肉是他哪去 他提供给谁 哪几家火锅 我们很多联手火锅很好吃啊 肉又便宜 搞不好你吃了就是 来个多半的美国猪肉啊 对不对 各位想想看 你火锅喜欢 喜欢怎么样 喜欢好的瘦肉啊 他是不是这样来 当然都可以理解 但是至少要让我们了解 各位懂了吧 我们不是有资的权利吗 没有 你已经选完了 你已经 交通安全 好谢谢 雪导阳 好 ok 好那我认快一点 董哥好文 没有错 是谢谢 非常感谢 请各位朋友 上面看 然后杨峰 谢谢杨峰给我们桌内 杨峰 你要用血音去读他的 然后GinoGino 谢谢GinoGino 非常感谢 还有爱丽克斯 你们都来了 非常感谢 然后 文森范 年轻的好友 谢谢 刚才也在东广抖内我 然后 刘定寅 谢谢董哥武安 多喝水 谢谢 然后董志胜 谢谢志胜 感谢志胜 还有克勤 张克勤 还有张梅华 梅华你来了 谢谢 很感谢Kawaii Kawaii也来了 大家新年都要好 然后 三芝木 非常感谢三芝木 刚刚也在中广抖内我 吉米丽 谢谢吉米丽 还有洪家虎 谢谢 是 马上我们新年 然后 依旧做 是 是 谢谢 非常感谢 谢谢大家 大家新年要够得好 马上天气变冷 要穿得保暖 谢谢大家